很慌屯門經濟 最好吃的就是明太子醬 很驚訝到我 怎樣了 整個湯很重的奶味 最後一間的甜品 是黃柚子金龍 很自然很清涼 很好吃 Hello 佩儀 今集我來到了屯門 我們又來屯門了 剛剛去了屯門的龍門居度掃街 有觀眾留言 不如你來我們屯門的GoGo Mall吃東西 我們今天來就掃這裡 掃五間屯門屯門的食物 Go 我們第一間不如試試章魚燒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章魚燒 我覺得這裡的章魚燒好像很吸引 因為它有餐 它有薯餅 很便宜 35元而已 麻煩 我想要個明太子章魚燒 加這個紫薯的紫餅 這個套是章魚燒 四顆加一個薯餅 45元因為我叫了明太子章魚燒 所以要加10元 章魚燒也見得多 但可麗餅不是說很多地方都有 有可麗餅這件事 這間很值得推介 像明太子章魚燒 它很可愛 是因為它很殘 很多也算是 它很值得是明太子章 它很值得是明太子章 它的明太子章 很值得是明太子章 鹹度是適中的 我很害怕的 要是很多沙律醬 要是很鹹 但這個明太子章 我覺得很酷 很酷 都算是一個挺堅固的 章魚燒 裡面也有章魚在裡面 它的醬真的很驚艷 我又寫一粒 它是很濃的明太子 有紫菜 沙律醬 很簡單 一加進去吃 哇 很好吃 它一吃下去 很燙 那種感覺 章魚燒就是硬硬硬的 裡面也是很飽滿的 鼻子很酷 不過我覺得是一個 80分的章魚燒 其實這裡還有飲料 我忘記說了 只有一包飲料 這個就45元 或者35元的餐 如果你要完美的話 我們試試這個 外皮很酥脆 我們放了一會 外皮也是很酥脆 而且栗子和紫薯很配 配得來 不會互相搶了大家的味 而且很香 牛油味 你會吃到一些炸鮮奶的感覺 哇 很足料 它有很多栗子 我找到一粒栗子了 給大家看一下 很自然的栗子味 滲了在紫薯那裡 那也是自然的味道 因為我不覺得它有加到什麼糖 去調味 很天然的栗子和紫薯味 而且紫薯的顏色也是很粉質 很自然的狀態 很自然的一個做法 我就覺得這個小食餐 很經驗到我 很幸福啊 我認識你 很可愛 它不是那種 它不是粉紅色 很多醬 它是三層的包著 嗯 好味 那粒魷魚也很好吃 一咬下去就吃到那粒鮮魚了 而且它這個鹹度真的適合 雖然是很容易 超鹹的 試一下這個 可樂餅 那股油香味很濃 這個咖喱汁 它加上炸粉 很好吃 整個咖喱汁這樣吃 很好吃 吃下去不會不搭 因為它是日本咖喱汁 不會不搭 反而沒有那麼乾 剛才我已經問了別人吃哪一間 我就打算吃這一間 這個圖有點複雜 先講解一下怎樣選 首先第一步 它就說要先選一個湯底 有不同的湯底 或咖喱 好嗎 第二步呢 有不同的麵餅 我想選擇湯湯 好 那我就選擇湯湯 因為有兩種 比較貪心 第三步就可以選擇一款的食物 南乳雞翼 我問那個美女她吃雞翼 所以我就打算跟她叫她 另外你可以加16元 要我小吃 我看到有榴槤味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想試一下 好 完蛋 這個表情很辛苦 Hello 我想要一個白咖喱湯 要南乳雞翼 再加一個鴨鴨多士 是要榴槤味的 好了 這一間就是根據街坊吃什麼 我就吃什麼選擇的 他就介紹了我吃這一間 馬來西亞蝦蝦 我們先趁熱吃 他也說要趁熱吃 它的湯很濃 這個湯很重 野奶味 有點辣勁的湯底 它有米粉加油麵 再加雅醋 一次過 馬來西亞蝦 不好意思 我只會說韓文 我不會說馬來西亞 有沒有馬來西亞的朋友 告訴我馬來西亞好吃 怎麼說 我們下集去馬來西亞 試一下這個配料 為什麼是豆泡 很好吃 煮了湯 白咖喱湯很好吃 是一間小食店 但它可以做到這種湯底 我覺得 馬來西亞很像 這個湯底 不是一個湯那麼簡單 它介乎湯煮湯中間 好像我一樣 喜歡吃濃口味的朋友 一定會覺得這個湯很好吃 試一下這個南乳雞翼 不過它炸得有點吃飽了 就這樣聞 都聞到有南乳味 不過也值得落口 應該還未到致癌的地步 哇 它裡面很汁 如果它沒有那麼焦的時候 我會給100分 焦了我就扣它兩分 到18分 炸得雖然有點焦 但是它很脆口 是不是很香 而且它裡面很汁 不過我覺得 略然那個南乳味 其實沒有那麼濃 變成一個清清香香的南乳菲 它單是一個加南乳低的 48元 給你三隻 它不用加錢 這個菜 我覺得算是一個幾十位的選擇 我先吃它這個架藥 它是一個榴槤 加了一些架藥 那就變成一個榴槤椰粥糖 這樣的感覺 還有它也有一個很大的牛油 很香口 它的鏡子會覺得特別多或者特別少 它是剛剛好的一個品牌 而且它的皮也很脆 只想要加多22元 這個價錢 還有一個甜品 這裡其實有很多食物 你看到有韓式的食物 有泰式的食物 有泰式的食物 這一間也挺有趣 它是這裡少有的一些中式的食物 我就看了一個水煮魚粉 其實它很大個 一出來很香 一出到 只需要65元的水煮魚餐 午餐來吃或者晚餐的話 都很豐富的感覺 聞起來就很香料味 到底是不是香料的感覺 嘗試一下 水煮魚很滑 它完全不是川式的水煮魚 港式的水煮魚 真的不難吃 它的湯 你看看 完全不是川式的感覺 它有芝麻 港式水煮魚 嘩 但是又有一些花椒 做到一種四川的花椒 麻辣味 但是又會有一點 港式的獻汁 那些感覺 如果真的想試川式的風味 這間就不是你的選擇 看到其他東西 就是買些什麼碟頭飯 買些港式的食物 我純粹覺得 它這裡有水煮魚 叫了 可能它港式的食物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難吃 這個是很搞笑的組合 那我試一下 拌飯先 拌一些 腐竹甘菇 那些怎樣應用它 它好像我媽媽 很沉迷想煮一些川式的食物 但是你知我媽媽不是四川人 所以呢 它就是這樣煮一些 媽媽感覺的水煮魚 這個就是我媽媽煮的水煮魚 送飯是OK的 我覺得它的醬汁 也是一個很野味辣辣的醬汁 最重要就是它很足料 而且這個魚片呢 我覺得不給一些川式的水煮魚叉 用料都是新鮮 很辣的一個魚片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加氛圍 但是 如果你沖著水煮魚吃的話 我就覺得不需要 它就是一個媽媽煮的水煮魚 下間 我發現這裡的店鋪是連著這樣 可以吃完正餐 就馬上去到甜品 看到這一間 好美啊 全部的CAPE都超美 我要一個蒸芝士餅 好美啊 這裡是平日的水 這麼清淨 我看到很多店鋪都收了 就是今天平日 所以早收了 還是全部收了 看來這件事 很多人 真的嗎 真的嗎 現在有點刺了 我以為很熱鬧 所以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都多店鋪 但我想像中冷清了一點 可能是平日 好了 甜品時間 好可愛 好可愛 聞起來很大 酸酸臭的芝士味 但樣子很有趣 嘗嘗 嗯 它說是一個蒸芝士蛋糕 香港少有法式的做法 在於我這些普通人來說 其實我吃不出蒸和蒸有什麼分別 純粹我覺得很薄 它的芝士很薄 聞起來就不是只有芝士味 它有一點點乳酸 嗯 吃起來也有一點點乳酸的芝士味 還有它的餅底有一點焦糖 沙沙的那種餅底 拖肥糖那種味道 一咬下去就軟麵麵的 嗯 很香芝士味 再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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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些酸奶味 再在低層就有一個沙沙的焦糖 拖肥糖的味道 如果混在一起吃很多層次 不知不覺又會叹叹叹叹叹叹叹 我就已經吃了半個了 在這個這麼平民的商場 但是竟然有這間很精緻的甜品 就像我這樣 做事的環境 都是可能馬拉很多 無緣無故有一個Halligan的lady 甜品我覺得好像還不夠厚 那我們不如去吃多一間甜品 跟我來Go 我以為GoGoMo是一個掃街的好地方 大家都說它是屯門葵港 我就以為是吃宵夜的好地方 所以我就特地晚上過來 但是現在10時 我看到很多店舖都收光了 有些我都沒吃到 不要緊我們下次再來試試其他 大家記得10時之前要來 這裡掃街其實很乾淨的 食物都可以的 但是今天可能平日就會比較少人 那就讓我感覺比較冷清 不要緊 吃一下這個 吃不需要一些養生的 試這個夜王陽子甘露 好 就在Yanny選擇之下 就選了最後一間甜品 夜王陽子甘露 但它是49元 所以也算是很划算的 芒果味的芒果雪糕 這個芒果奶雪糕 挺好吃的 雖然說那個質感 不必是一些很絲滑那種 很高級感的雪糕 加了一個很有誠意的雪糕 我覺得OK的 它裡面很足料 有些奶凍 西米露 柚子的果肉 嗯 是一個很珍藏實料的陽子甘露 它連那個柚子的苦澀味都在那裡 很天然的陽子甘露 而且它也有一些啫喱奶凍 一大塊 它這個啫喱都藏著椰絲 加了這個椰子甘露 我覺得很有誠意 煎芒果一大塊 還有這個椰子甘露 也很大塊給你 吃完那個芒果 剛才不是看著它做 它做了半茄芒果給我們 好足料 嗯 很清涼 它的陽子甘露 好自然 好清涼 好好吃 我Yanny果然會選東西 我上一集都說Yanny會選 要選男人都選一個好一點 哈哈哈哈 看到它就很吸引 好美味 我一吃就吃到那個椰子甘露 裡面的椰子 它陽枝甘露也很清甜 芒果真的完全不淋色 嗯嗯嗯 鑽大餃 好好味 超推薦49元 嘩好了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觀眾推薦的 GoGo Mall這裡掃街吃東西 我就以為這裡是一個很熱鬧 宵夜性的 來到這裡我就覺得 哇 體驗到所謂香港飲食業的 寒冬 其實呢 還有很多店鋪在這裡 就是有些韓式 泰式 日式 不同的店鋪 繼續在營業 而且它也是一個 Food Court的形式 有些桌子特地很舒服 是比較乾淨的 這個素街熱點 如果大家看了我的影片 上來吃的話 就過來振興屯門經濟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YT 如果大家有想我去的地方 都歡迎留言 好了 我們下一站再見 安妞 我經常來屯門 因為純粹 I love屯門 總之 這裡其實 比我預期之中 我覺得很清晰 你看看 真的是 租墓茶森 即是這裡 很多 即是你看看它的 店頭 裝修都還在 但 就已經沒有再工作了 他們 是 流廣消費 這間是否都收拾了 還是沒有開 會 會 會 別人 會 走 你 可以 喝 可以 喝 你 謝謝